《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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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书解前文 包大人声作大堂 吩咐一声 来啊 欲诈伺候 王朝马汉就明白了 抬 说声抬 大声哟 王朝马汉上上走 提起跑完起锈 这鱼炸有三口 龙虎狗正三口 拿龙头炸 瞪着眼睛 张着嘴 搭了个石头 活脱脱把贼人等 挡下丢 啪 啪 往当堂 一放 有差人赶紧把这个木盆 端过来了 啪 往这个扎刀旁边一放 并且有人 啪 搬了一令 洗往地上 这么一放 啪打开了 有人上前来 就把陈虎的胳膊 往后把这么一啪 麻麻声 就给捆上了 然后啪 啪 往这个颅膝上边一扔 有人过来 咯 这么一卷 你没看有个电影 叫卷西桶吗 哎 就把这个小子给卷起来了 然后 就往这个扎刀底下塞 当然这个扎刀把踢起来了 你不踢起来 怎么往里放 扎刀把往上一提 把人啪 往里这么一顺 这个脑袋啊 就在那个 扎刀底 扎刀槽 刀一直下边 在这个中间 放着 陈虎拔眼一闭 心说完了 嚇着个小子拉了一裤子 你想想 谁不害怕呀 哪有不怕死的呀 眼正正陈虎是性 明难跑 再看王朝 用手抓那个扎刀把 花咯咯咯咯咯 这么一抖动 扎刀哗咯咯咯咯 这么一抖动 闸刀哗咯咯咯这么一响 啊 趁我心想完了 脑袋下来了 嗯 可是呢 这个小子等了半天 心想的话我怎么没感觉疼呢 那你说这怎么回事 各位 这个包工要扎人 你别看他嘴说扎开扎 说开扎 你这个扎都不能往下恩 为什么时候才能往下恩 这个你看过这个戏曲舞台上的都知道 包工这个水秀是又长又宽的 他要扎人的时候 他把这个水秀啪一撩 把这个脸面这么一遮 那就是信号 那就是针扎 他要没这个动作 光让你开扎 你别针开扎 这是规矩 所以这个王朝手提这个扎刀把 这么一抖动 陈虎哪知道这里的细节 就因为针开扎了 看他没成想就在这个时候 怎么就听有人高声寒和 炸虾溜人 所有大唐生的人顺身这么一看 原来在这个唐下站定一人 什么人 一个太监 手里面拿个苍羊帅 炸虾溜人 紧接着就听 这个开封府外边 晃晃晃晃晃晃晃 仙人山河流 娘娘的驾到 娘娘来 那位说哪个娘娘啊 诸位 听过前门包公挂帅的都知道 这个陈万龙有三个姑娘 大小姐陈金平 二小姐陈银平 三小姐陈翠平 大小姐二小姐双双嫁给皇上 所以皇上才封陈万龙双奉太师 书中交代不是别人 正是二小姐西公娘娘陈银平 陈银平来了 那位说 这个西公娘娘陈银平 他怎么上这来了呢 诸位 大国就陈虎 被王朝马翰带走了 家奴赶紧报告陈万龙 说可了不得 开封府来人了 把大国就给丁路走了 谁 王朝马翰 陈万龙一看心里话不妙 王朝马翰亲自来抓人 那我二姑呛 嘿嘿 怎么办 赶紧这才派人进皇宫去通知西公娘娘陈银平 让他赶紧赶奔开封府 干嘛来救人呢 他知道这个西公娘娘陈银平这个嘴好使 能言善辩能说会道 别人不好使 所以陈银平这才 半富鸾架赶奔开封府 陈银平聪明 就打发太监 说你赶紧投钱走 别和我一块走 我这个人马他慢 你赶紧去 如果看见大国就有危险 你赶紧给我挡兴啊 所以他的掌公太监先行一步道 这真是来得走不如来得巧 眼睁睁睁臣虎就要死于非命 他这才大喊一声闸下流人 紧接着就听铃罗开刀的声音 西公娘娘陈银平也到了 倒在了开封府外边 知识队伍半朝鸾架扎住 陈银平坐在龙凤年上 用手一条连笼金钩一挂 又公阿财女上前搀扶 再看西公娘娘这才出离了龙凤年 公阿财女们两相陪伴 众星捧就的一般 西公娘娘才上了开封府大堂 包公一看娘娘家到 当官能不知礼吗 官大一击亚死人 这是娘娘千岁 包公你官再大权再重 你也没有娘娘 那个魏高 人家是娘娘 我得接 再看包公今忙赞起身来 走出了公案 娘娘千岁 奔赴姐姐来迟 忘情受罪 忘那一跪 为什么君臣之礼 拿这玩意不能乱逃 西公娘娘陈银平一看心里很满意 心说行 行啊 您知礼就好 包爱卿 名礼 平身 谢娘娘千岁 站起身来 娘娘千岁 银河 家里我得开封府大堂 啊 包爱卿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娘娘千岁 本府正在审案 哦 但不知你要扎谁呢 娘娘千岁 本府要扎者 非是别人乃是大国境 陈银河 哦 西公娘娘心的话 您真敢说 包爱卿 但不知 他身犯何律 最在哪条啊 娘娘千岁 哎 他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情 啪啪啪讲述一遍 咱就不再重复了 哦 西公娘娘一听新大话 嗯 他也是 无缘无故 他敢扎国旧嘛 来人哪 给娘娘看座 是啊 你不能让娘娘站在那 得看个座 哎 这是要给他扳个座位 这个座上哪放 你就上哪坐 这就对了 但是没有 为什么 西公娘娘心的话 你给我看座 嗯 我不坐 我为什么不坐呢 哦 我得坐你那个位置 为什么 我要坐在旁边 你还得审 你要一传令 嗯 大国就还活不了 我坐你那个位 这个案子 你都审不了了 他是那么想的 所以他这个脸皮 脸聊这个座位 他也没聊 哎 直接款动精莲 他就来到公案的后边 望那一座 他坐下了 包公一看心的话 西公娘娘 你好不是台语 那是我的座 帅不立位 官不立位 你懂不懂 给你个座 那是看得起你 给你面子 啊 这是在我的开封府大堂 可不是在你的荒宫内院 包公这是心里话 那随里面说出来 为什么还给他留着脸面呢 包公心说这麻烦了 他把我的位战 怎么办 踩 只要有理我 何必怕邪啊 想着这 包公趁着气 他八身一回 娘娘千岁 这跟祖王维莫 可不是你做的 娘娘千岁 请你一步 那意思你离开山那边去 娘娘做的这 抱情 怎么啦 这个做我做不合适吗 当然 娘娘 这是奔赴之位 我要升堂问安 你不要影响我审案 是啊 人家这是工作呢 你不要干扰人家工作呀 娘娘心的话 我就是要干扰你 要不然 大国就活不了 拜计 我来问你 大国就所犯何罪 本府刚才已经演讲清楚 是你那么说 但是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来啊 先把大国就推出来 让大国就 给哀家讲话 旁边的一看心的话麻烦了 娘娘下旨了 娘娘的话叫一旨 听还是不听 看包公 包公一看心的话 那娘娘传旨了 那就得遵从了 你别说 那意思想把他抽出来 于是就从闸道底下 把这大国就又抽出来 抽出来 把这个卢锡去掉 这还绑着呢 陈湖望那一站 心的话行了 娘娘来了 娘娘来了 他剁了两虾脚 干嘛那是骂人呢这是 大唐上的罪犯 你啥时候看见大唐的罪犯 剁脚来着 这一剁脚 这等于骂主神官 包公能不明白这个吗 心的话你好猖狂啊 你敢骂奔夫 还有一样 骂你是骂的 你这个味儿让娘娘沾了 哎呀你现在再说话 不大好使了 这怎么办 正在这么个时候 谁也没想到 就在那个屏风后边 怎么着 穿出三个人来 包公这么一看 心说谢天谢地 我亏着把这仨人带回来了 你要这三个爹又不来 今天还真不好收拾 那说谁呀谁呀 头一个是个挫子 三吃半个 长得挫不伦敦 蹲不伦敦 压不伦敦 蹲得再也不能往下再蹲 就好像个坛子成经差不多 谁呀 三千岁胡彦平 他这个外号一成块 半吊子二百五一根侠 二伯伦搭乎太保 包园这样兔子带往老祖宗 镇殿王爷三千岁 挫子将军胡彦平 他这个外号 怎么要解释起来呀 那就得俩钟头 所以咱就不解释了 知道的您就知道 不知道的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解释 这是胡彦平 那么后两位呢 一个是炮筒的梦强 再一个是张火招 焦鱼 咱说了 包工从这个木兰官 回京的时候 那胡彦平不是问他们 说你带多少人吗 包工说我多了不带 带什么人吗 我回京又不打仗 我就带撒人 点名要这三个人 那么胡彦平就说 你怎么单要他撒呢 这撒可是惹货的专业货 地上的火不惹 专惹天上的货 包工说我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我就要他撒 那好吧 那你让他撒 跟你走吧 就要这么包工 带着这三人回来 回来是回来 这三个人 又不在开封府当差 所以人家随便自由啊 什么时候进来的 谁也不到 什么时候上 那个屏风后边 那谁也不到 没成想 现在在这个街骨眼 这三个愣爹 蹭蹭蹭穿出来了 胡彦平是四兄眼 一个眼大 一个眼小 他把那个大眼 一瞪小眼 一瞇封的说了话 我说包大眼 老人家 生桃温 有大事睡不立位 你怎么立了位了 包工说三千岁 不是奔赴立位 这人娘娘千岁 一去而代之 奔赴 我也是束手不策 是吧 束手不策 这能好办 让他挪挪娃不就得了吗 你看 诸位 这也就是胡彦平敢这么说 你换个人谁敢 他让娘娘挪挪娃 这个陈寅平一听心的话 这个措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难听 不单说话难听 办事还难看呀 他光说不要紧 他还过来了 来到西宫娘娘 陈寅平那个跟前他说了话 娘娘千岁 这个位子你做得怎么样 西宫娘娘说我做挺好事吗 好啊 好受啊 娘娘说是好受吗 这样行了你就不好受了 说的话他一弯腰一时一手 砰 他把娘娘那个脚脖子抓住了 诸位 这个胡彦平是真大胆 你想想娘娘谁敢动 娘娘那是皇上的伴侣 只能皇上看皇上都别人都欺君之罪 就得杀头 胡彦平不管那 他一伸手就把西宫娘娘娘 陈寅平这个脚脖子抓住 这是抓住不佑锦 他一叫进 诸位 你想想胡彦平那是什么手 练过鹰找立铁不删 立杀过四门 那是一员永将天下无敌的愣爹 这么一抓那娘娘还受到里面 哎呦 这一叫唤不佑锦 再看胡彦平 哎呀叫唤谁嘛 你 嗤 把手这么一嚷 叫我听嗤一声 娘娘就从包大人这个味上 嗤嗤叭唧 啪嗨 所有在场的人是大吃 已经 现在我的天 这个愣爹真敢下手啊 这可是娘娘啊 这还了得了 刚刚那个时候 孟强焦狱过来了 我说 包大人快 归位 说的话 孟强焦狱一边一个就把那包大人给加起来了 把包大人往那个位子上边这么一摁 接着审 接着审 包公一看心说得 那就接着审 来啊 把大国旧打入扎道开扎 要把陈虎卷起来 塞扎道里头 正这么个时候 咱们就听那个大街上 晃晃晃 仙人伤开了 娘娘的驾到 诸位 诸位 今天这个节目您算来着了 还真热闹 咱们这 又来了个娘娘 谁呀 嘿嘿 正宫娘娘 陈金平 那位说了 你们他怎么又来了呢 这也是陈万龙的主意 新南华 包公那可是铁面物丝 瞪眼就扎人呢 一个娘娘去不保险 两娘娘都去可能加一层保险 于是派人通知 正宫娘娘 陈金平赶紧赶奔开封保家 保什么家 保陈虎的家呀 所以这个陈金平 全副鸾架赶奔开封府 他怎么全副鸾架呢 人家是正宫 西宫半府 他就的全副鸾架 就那个驿仗队 全套的 来了 先转接说吧 来到开封府大唐的外边 宗俄才女两相 陪伴众星捧就了一般 正宫国武士迈步上唐 包公当然上前见礼 行过君臣之礼之后 这个陈金平一看一回 那算扎刀了 那躺在地上了 心大话 我的二妹呀 你呀 磕臣飘悟了 你怎么还让人家 这个整地上躺在呢 你这成何地图 衣食眼色 那个意思 宗俄才女赶紧上前 这是扶起来呀 你这多难看呢 宗俄才女这才上前 就把这个陈银平 给扶起来 包公一看 这是正宫国武 娘娘千岁 来呀 给娘娘看座 有人搬过座来 你看那个陈金平 就比陈银平 值得好歹 行的话 给我搬座 我得坐下 人家往哪里坐 坐下 包爱情 大唐之上 你这是审理哪位 娘娘千岁 本府审理的不是别人 乃是大国旧城湖 但不知他发犯哪条呢 娘娘千岁 是咱们这么一回事情 啪啪啪又讲随便 陈金平一听心的话 人家说的有理 看起来大国旧今天活不了了 但是我来干什么 我保驾来的 包爱情 你说的对 说的有理 按正理 如果让我说了算 我也得把它砸了 但是可有一样 包爱情 那么今天我到场 干嘛呢 就是想啊 讲个人情 咱们实话实说 你想想 我和大国旧这个关系 我能不讲人情吗 能不能看我博面 先把它放了呢 你看 人家没来应的 人家说能不能给我个人情 包公叔娘娘千岁 发不容情 发不容情 你就把这个人情咱不能给 哎呀 都给人情 那不就乱套了吗 正这么个时候 咱们就听大街上 哄哄哄哄哄哄 现在删开了 太事业的驾到 好嘛 又来一位 谁 陈万龙 陈万龙俩姑娘上公堂 他也来了 为什么他不放心呢 来到大堂之上 两个娘娘慌忙上前 为什么 这是他亲爹呀 陈万龙得先给娘娘见礼 这是公 他是臣 人家是君 也得给娘娘磕头 行完礼 站起来 陈万龙就问 包大人 包大人 银河要炸大国就 包公一看 这边麻烦了 为什么 三个人上来 哎呀 江青啊 那么今天我要真把他炸咯 黄山呢 不好交代 这怎么办 硬炸不行啊 为什么 这个娘娘要撒泼 我无法收场 他有向回头看了一看公孙策 公孙策冲他一摇头 那个意思 这案子不能审 干嘛呢 那个意思 你送个人情吧 包公说好吧 看到两位娘娘和太师的分场 来呀 把大国就放了 哈马不大国就给放了 在旁边可就惊动了一人 谁 八王千岁赵德方 赵德方一生叫他包爱情 都说你铁面无私 知法如山 你为什么把这罪犯给我放了 哈 汪家千岁 不要着急 现在我手里边没有人证 啊 人证是谁 人证 就是那位送信的你的干女儿 哎呀 我干女儿不是死了吗 他死了 我也要让他走进我的开房 大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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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